冬至的由来与活动 冬至是中国二十四个节气中的一个 在冬至这一天是晚上时间最长 白天时间最短的一天 也就是说冬至这一天以后 白天会慢慢地加长 晚上的时间也会越来越短了 相传在周潮的时候 冬至是过年的日子 所以有吃了冬至饭长一岁的说法 因此冬至也叫过小年 在那个时候 大家会在冬至这一天 互相恭喜请吃饭 吃汤圆在台湾习俗中非常地重要 俗称当座仪 吃过当座仪就代表又长大了一岁 汤圆是一种用糯米制成的圆形甜品 圆代表着团圆圆满的意思 冬至汤圆要做红白两色 另外再做像鸡蛋一样大的汤圆 红白两个颜色各六颗 里面包糖料花生粉等 称为银鸭铭 那汤圆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要把糯米洗干净 浸水二到三小时 之后将糯米磨成浆 再将磨完浆的糯米汁脱水干燥 脱完水的东西台语称为 龟菜 再用这些龟菜来搓汤圆 白色的龟菜搓成白汤圆 另外把白色的龟菜 用红色食用染料染色 再把它们搓成红色汤圆 小朋友在搓汤圆的时候 要慢慢地搓 把汤圆搓成圆形 每一颗汤圆的大小 要尽量一样大 不要有的大有的小 另外银鸭铭的做法 跟汤圆一样 要用大一点的龟菜 先搓圆 再把它压平 然后把糖粉或花生粉包进去 再把它包起来 用手搓圆 这样就完成 Yaba的制作了 用相同的方法 做一些你喜欢的汤圆吧 做汤圆的习俗 历经数百年 到现在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唯一比较大的变化 是现在有很多 已经包装好的冷冻汤圆 我们可以随时买到 口味也很多种 不用自己动手做 也是另一种方便的选择 小朋友 看完了冬至的由来 以及习俗之后 你对冬至 有没有更深的了解了呢 下一次 到了冬至那一天 就由你来告诉大家 冬至的由来吧 再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